嗨,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聊聊Python的韓式 韓式就好像一個工具箱 可以把我們的程式碼拆成幾個容易管理的群組 等需要用到的時候再把它們叫出來 那在Python中韓式的建立非常簡單 假設我想要把這行語法打包成韓式的話 我們只要先輸入def 也就是define定義的縮寫 後面接著是韓式的名稱 例如打招呼 然後再一組圓括號和冒號 而如果你是用英文來命名韓式的話 它的名稱規則跟變數一樣 通常是小寫英文字母和底線的組合 韓式建立好後 如果你直接執行程式碼 會發現Python不會回傳任何結果 這是因為韓式就像電玩遊戲中的召喚獸 你必須要召喚它 它才會出現 那要在Python中呼叫韓式 我們只要輸入它的名稱 後面再加上相同的圓括號 執行語法時就可以看到寫好的問候訊息了喔 OK 你可能會好奇韓式名稱後面的圓括號是否有特別的用途 這個圓括號 主要是可以讓我們傳遞資訊 也就是所謂的 Argument引述給韓式 韓式在處理後可以回傳一些有用的資訊給我們 就好像廚師將食材放進鍋子裡 然後鍋子把食材變成一道好吃的料理 那韓式要接受什麼樣的材料 可以由我們自己決定 比如這裡我開放姓名這個引述給大家使用 並且把接收到的姓名寫到招呼語裡面 如此當使用者呼叫這個韓式時 他就可以在圓括號內輸入名字 韓式就會依據這個名字顯示客製化的招呼語囉 OK 實際上韓式可以擁有不只一個引述 如果想要新增第二個的話 我們只要用逗號將不同的引述隔開 那在呼叫韓式的時候 我們也必須依據引述的數量 提供相對應的資料 如果資料少輸入一筆 或是多了一筆的話 牌上都會回傳錯誤的訊息 此外引述的前後順序也不能顛倒 否則韓式傳回來的訊息也會是錯誤的喔 OK 如果一個韓式引述數量很多 你不記得每個引述的前後順序 那麼你也可以改用關鍵字的方式來輸入引述 如此就算引述的前後順序與韓式不同 牌上還是可以產生正確的結果 那用關鍵字輸入引述 也很適合那些需要做計算的韓式 比如今天如果有一個計算商品總金額的韓式 它的公式是商品金額乘上折扣 再加上運費 那麼呼叫這個韓式時 我們就可以用關鍵字來輸入商品金額和運費 使整個韓式的可讀性變得更高 不過你會發現當我們執行這段程式碼時 底下並沒有顯示正確的總金額 而是顯示一個None無的單字 這是因為當韓式在進行計算時 如果需要韓式回傳計算的結果給我們 我們必須在公式前方加上一個 Return回傳的語法 才不會讓計算結果只留在韓式裡面 另外要注意Return這個字 通常會放在韓式的最後一行 因為韓式在執行Return後就會立即終止 後面的程式碼都會被Python忽略喔 OK 那韓式的引述還有一個較特別的設定 就是我們可以替引述設定所謂的預設值 舉例來說 如果商品的運費一般都是50元 那麼我們可以把50元寫在原括號內 如此在呼叫韓式時 即使沒有填寫運費的金額 韓式也會自動以50元下去計算 但如果遇到特殊情形 譬如買家選擇了限時再配 運費變成80元 那麼韓式就會自動採用我們新輸入的運費金額 忽略引述中原本的預設值喔 OK 那接下來我們來談一下 權域和區域變數的概念 所謂權域變數 就是這個變數一旦建立後 位於任何位置的程式碼都可以使用它 例如第一行的折扣變數 如果我在底下插入一行print語法 來把折扣寫到裡面 那程式碼在執行時 可以正常顯示目前的折扣為9折 但如果今天我把折扣這個變數減下來 貼到韓式裡面 然後再去執行語法 你就會發現總金額韓式雖然可以算出980元的運費 但底下的折扣訊息就無法正常顯示了 也就是說變數如果今天是位於韓式之外 它就是所謂的權域變數 任何位置的程式碼都可以利用它來執行工作或進行計算 但如果一個變數是建立於韓式之內 那麼它就會被視為是區域變數 而區域變數就只能在該韓式內使用 韓式外的語法在引用區域變數時 就會產生像剛才那樣子的錯誤訊息 好 不過在Python中有一個語法 可以讓區域變數升級 產生權域的影響力 這個語法非常簡單 就是在區域變數的名稱前 加上一個Global權域的關鍵字 如此當我們重新執行這段程式碼時 原來出問題的折扣訊息 又可以正常顯示了喔 OK 那最後我們來看一個綜合練習 就是用Python建立一個簡易的計算機 這個計算機可以讓使用者將兩個數字 進行加減乘除的運算 所以這裡我們先來把要用到的韓式建立好 像加法需要用到兩個引述 而兩個引述相加後 再使用Return語法回傳加種的數值 那寫好的加法韓式 我們可以把它拷貝起來貼到底下 稍微修改一下裡面的語法 就可以快速完成其他的三個韓式 而除法的部分 如果有除不進的情況 除了用小數來表達之外 我們也可以顯示相除後的餘數 如果打算採用這個方式 我們可以用兩個斜線來顯示桑數 以及一個百分比符號來代表餘數 最後再用Return語法來進行回傳 那要注意在執行除法韓式的時候 回傳的資料類型會是TOPO原主 它是一種無法編輯的清單 因此要單獨提取裡面的商數或餘數的話 記得要另外加上清單的編號喔 好 這個計算機程式 如果你想要讓使用者在算完一次後 能繼續計算其他的數字 你可以插入一個WireLoop的回圈 然後請對方選擇一種計算類型 那這邊我們可以用if條件式來判斷 如果使用者輸入的是1234中的任何一個選項 對方就可以繼續輸入要進行計算的數字 否則這個計算機程式就會結束 用一個Break語法來中止回圈 一旦使用者輸入了兩組數字之後 我們就可以依據加減乘數這四種情況 交出對應的函式 並且把數字1和數字2兩個變數 代入到函式裡面 同樣的 這段語法我們可以重複使用 把它要貼到底下 然後把文字訊息和函式名稱做一些修改 那比較需要注意的是除法的計算 因為除法有整除和無法整除兩種情況 顯示的訊息也不太一樣 因此我們需要再插入一個if條件式 判斷兩個數字如果相數結果等於0 就代表可以整除 回傳的訊息就只要顯示上數就好了 而如果無法整除的話 我們就必須另外顯示餘數 好那我們來做個測試 你可以隨意選擇一個計算類型 並且輸入兩個數字 看看計算結果是否正確 而每次計算完成後 開場也會詢問我們是否要繼續 同時在計算除法的時候 可整除跟不可整除回傳的訊息 也會有所變化喔 OK 那今天關於函式的介紹 我們就聊到這裡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